為發展澳門文化創業產業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澳門時裝設計及服裝行業發展 近年市場上亦相繼推出多種設計風格原創時裝品牌 作為其中一個本地原創服裝品牌Mitcon 發展至今已成功打入內地市場 成為澳門首家成功進駐天貓雙城的品牌 吸引到不少國內消費者關注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期人才講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陳嘉麗 隨著近年澳門文創產業的持續發展 澳門亦出現了很多本地的時裝品牌 今日我們的節目亦邀請到本澳其中一個服裝品牌 Mitcon的總經理鳳雲韜Alvin 跟大家聊聊天 Alvin你好 Alvin 我知道你亦是從 從外國讀書回來澳門 其實澳門是否開始 從事服裝行業的發展呢 其實當時是怎樣開始認識澳門的服裝市場 以及開始了解如何發展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在外國回來 第一份工作是做核數的 我做了四年檢查 之後就回家從事製造房積行業 做了兩年 當時在這兩年間接觸到澳門生產力 和澳門創商聯合會 透過這些渠道 我接觸多了澳門服裝行業 也了解到澳門現在的新設計師 或者他們在做甚麼 因為澳門生產力 也定時或後會舉辦很多活動 去幫助澳門設計師 發展他們在這方面的行業 廠商會也設立了一個名叫M&M的平台 希望枯化到澳門的本地品牌 所以類似這樣 機緣巧合就接觸到澳門的服裝行業 即是邊工作邊了解整個服裝市場的發展情況 其實Mitcon是澳門本地的一個 市裝品牌 其實發展也非常好 可否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品牌當時是怎樣創立出來的呢 至今已經創立了多少年 其實這個品牌當時是我公司先做的 因為當時我剛才也提及過 我們自己本身也是廠商聯合會成員之一 當時他們也做了一個 M&M in Macao的一個平台 其實也響應政府 希望適度多元的一個政策 也鼓勵廠商去發展品牌 希望可以走出OEM 做一個自己的品牌 做一條新的路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就創立了Macon這個品牌 因為開頭其實我們都很小心 因為亦都想過今時今日做品牌 如果仍然用傳統這個方法去做 開實體店 可能投入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都希望能否在線上 因為當時2、3年前淘寶、雙十一 各方面的聲音都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說不如在網上嘗試 也看準大陸這麽龐大的服裝市場 所以一開始我們的品牌定位 都已經想試大陸市場 所以為何我們就算現在品牌主要銷售的渠道 和平台都仍在天貓 其實澳門要創立這個時裝品牌 其實會否很難呢 可能你整個過程當中 即使用這個品牌 會否都遇到甚麼困難 非常難 因為其實開頭我進入時 都覺得應該不是很難 其實只要我的品牌有產品做得好 跟著我們的概念 我們的理念是OK的 應該不難 但事實證明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其實這兩年 我們今年已經做得好很多 也穩定了 但其實之前真的碰過很多廳 也跌過很多次 所以其實包括分享多些 之前可能說有時好像傳統的 你做了一批課 你可能就要決定做多少 以前可能會用一些很主觀的方式 覺得這件OK的 可能我自己喜歡 這件可能相對沒有那麼OK 可能這件可能會壓多些做多些 但發覺可能轉出出來 市場並不是跟你的想法一樣 可能你覺得OK的那件 別人覺得不OK 但不OK的那件又好 賣得不錯 但因為生產始終需要時間 還有要磨合 所以變成 因為在淘寶天貓有一個很關鍵的要素 就是真的要快 所以其實之前亦都碰過這些釘 其實你會發覺 真的不是理想中那麼容易 但就算做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都不停調整 包括我們亦都適應著 所謂的快回應 一個很快的市場 我們如何控制我們的庫存 盡量希望 等到那些款式知道是OK的 我們才會大量去做貨 但這個在整條生產鏈 其實都有一定的難度 沒錯 可能傳統的方式 都會隨隨大量去生產 很多時候都會擔心 可能一些貨傳傳得太久 招售不出去 其實創立這個品牌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又如何慢慢令它枯化成長 剛才都說過 一邊走一邊跌一邊再起身 亦都要多謝澳門政府 或者新坎力這些機構 其實他們都給予我們很多機會 其實因為一般 譬如我們有時參與CBTM舉行的 一些時裝show 或者其他香港的時裝周等等 這些資源如果要我們自己去 的確的投入會相當大 其實我們這幾年 亦都會珍惜這機會 參與很多這樣的活動 去推廣一下我們自己的品牌 其實做品牌說到尾 就是一個曝光律的問題 你如何令到更多的消費者 去認識到你這個品牌 你這個品牌究竟是賣些甚麼 想推廣些甚麼 是想表達些甚麼 所以其實我們都盡量利用這些平台 去令到多些人知道 其實我們究竟是做些甚麼 MATCOM品牌積極把握電商經濟發展新模式 自2013年起組織策惑 在M&M平台呼發下 成為澳門首個進駐天貓雙城 線上綜合購物平台的澳門原創品牌 結合製衣廠背景多年的新產經驗及技術支援 緊觸機遇 不斷開拓內地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 現在MATCOM品牌在天貓銷售的情況又如何 剛才也提及過 我們今年的銷售也好很多 也算是穩定下來 但之前我們遇到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一直都找不到 在淘寶天貓營運的人才或團隊 因為我們最初跟一些代營運公司合作 但因為代營運公司雖然他們是專業 但因為他們往往都會有 他們的客戶都不只我們一個 所以變成像我們這樣的新品牌 他們可能投放的資源都不太多 再加上一些條件的談判 可能到最後都未必我們逐點說 沒有數位可能都談不上 所以到最後可能都合作不成功 直至最近機緣巧合又遇到一個相對比較有經驗 也熟悉淘寶天貓規則的人 因為我們的經驗告訴他們 淘寶天貓內裡的規則是不停地變 誇張點好像股市 裡面的機制或者政策經常都變 因為他們面對競爭都很大 因為現在包括國內維品會 蘑菇街這些平台對他們都有一定的威脅 所以他們都希望做好他們裡面的品牌或產品 所以他們現在也做很多行動 是去西窄一些 你經常聽到某人說要打擊斑板 其實他們就想搞好這個平台的聲譽 所以很多規則要不停知道 他們現在做甚麼去迎合它 你做得好相對就會給你更多資源 包括搜索、人流量、曝光律 甚至一些活動資格 他可能會相對給你更多 所以有這些資源的話 你的銷售壓力會較低 其實你們在品牌推廣方面 你們有甚麼策略嗎 都有的 當然現在主要的都是在 投放資源在淘寶、天貓 那些叫甚麼直通車、轉戰 一些引流的金錢的消耗上面 但接下來我們都希望 在線下或跟其他企業 做一些合作去做推廣 甚麼意思呢 因為剛才我提到 品牌除了想賣服裝 其實我們都想推一些澳門的文化 或者推一些澳門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我們現在整個品牌的視覺效果 包裝都融入了很多澳門的元素 其實因為我們本身的品牌有一個口號 不是口號是一個想推的概念 就是一個叫做慢生活輕旅遊 因為其實澳門 我們是一個地道澳門人 我知道澳門本身以前是一個比較 一個慢的城市 一些人都比較親和一點 我們都想推翻這方面的文化 輕旅遊是因為我們的服裝是走休閒路線 以及走舒適路線 其實澳門也是一個旅遊城市 所以想將這兩個元素結合 未來其實我們希望 就是想做一些跟線下的企業合作 例如簡單來說可能是咖啡店 但我們會找一些跟我們文化 想推一些文化接近一些的企業去做合作 變成可以互相去 因為我覺得共贏 普團才是一個成功之道 所以未來我亦都跟一些朋友聊天 譬如你有澳門或大陸很多咖啡店 其實你們都可以推一推我們的東西 舉個例子 可能你的學盤有我們的宣傳單張 有我們的二維碼 甚至我們知道有我們的微店 好坦白說有些喝咖啡的人士 可能他坐在那裡都沒有工作 大家都是拿著他的電話上網 我們可能跟他合作做一些優惠 可能可以吸引到他 數我們的二維碼看我們的東西 甚至有些優惠 甚至看完我們的東西 可能買咖啡也有優惠等等 其實我們在淘寶天媽每天的流量都有相當 誇張一點可能過晚 其實我們亦都可以把他們的東西放進去 讓他們有曝光 其實就是互利互惠 這個也是 咖啡店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他以後可能還有更多 總之我們要找到一些適合的感覺 或者是大家的路差不多的經營者 去合作一起推廣 沒錯的確要通過不同的方式 去推廣一個品牌 推廣一種文化 好 多謝Alvin的分享 講完之後我們繼續和大家一起探討 有關時裝品牌的經營情況 現在收睇澳門有線電視互動新聞台的人才講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陳佳麗 Alvin亦都和大家分享了關於麥康這個品牌 是怎樣枯化成長和目前的發展情況 Alvin 其實現在麥康這個品牌的經營模式又是怎樣 有沒有甚麼經營策略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也聽你講是以電商的模式來發展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 當然剛才也一直說 我們主要是做電商 當然傳統的模式會是找人加盟 其實電商一樣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努力在找電商的分銷 進一步去擴大我們銷售的渠道 但接下來我們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覺得只在線上很難買到價錢 因為可能淘寶或天貓的消費者 他們在上面這個平台的消費模式 真是淘寶 人與其名 真是淘寶 找一些性價比很高 所以為何你現在經常聽到有人說O2O 就是線上線下結合來做 我覺得都是有需要 所以接下來我會抽一些時間 就是將這個品牌可能用一個合適的方式 合適的方式就是希望不需要用很多投入 或者金錢的情況下去鋪線下 下一步想的是日本 可能在那邊有少許的聯絡和資源 希望可以在形象方面抬高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品牌跟我們做法相反 很多品牌可能在線下造紅了 它就會在線上造另一條線 可能造便宜一點 所以我們有些奇怪 因為剛才我提到我們一直都是 摸著石頭過河 所以其實未做過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有些調轉了 但調轉了無論如何都好 但如果有這個渠道或有機會 現在我都會希望在O2O探索 所以未來品牌可能會在線下 開始深入多一點 不過其實我們一直都在澳門線下 例如我們在王德堂 在文化局和CVTM搞的視像狼這間店 我們亦有實體銷售 所以其實亦有的 但未來希望可以更加做得好一點 甚至如果去海外 可能對我們整個品牌的發展 會有進一步的幫助 剛才說到線下經營 其實這個線下經營 是否會取取寄買的形式去進行 主要都是 因為開店大家都知道成本會很高 我又要找人裝修要請人 這筆費用通常都不小 所以尤其是現在實體店 真的好實說 銷售的成功率都比較低 因為大陸現在市場 很多人都習慣在網上買東西 所以開店的確風險比較大 所以好像你剛才說 Chris說 我們應該會用Po這個形式會穩陣一點 當然到有一天我們很有信心 希望我們可以開旗艦店 讓多些消費者 可以感受我們的品牌 一些想推廣的文化 或者產品之類 才以最低的成本去進行推廣 擁有屬於自己的品牌店 是很多創作人的理想和抱負 但經營一個品牌整個過程 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努力 由設計、生產、發布、推廣、銷售等過程當中 都要投入很多精力 才有機會讓品牌讓市場認識及喜愛 可能現在澳門很多人都擔心市場很小 都希望可以走出澳門 Alvin 你覺得 現時澳門本地的時裝品牌 他們的發展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他們在發展當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呢 你覺得 其實這幾年我都接觸很多澳門設計師 很多交流 我知道其實很困難 不要說他們 就算我們這樣 有些公司背景也很困難 所以其實他們 第一他們量又不大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走獨立設計師的路線 獨立設計師 以我的經驗告訴他們 例如在外國、香港、歐美 其實他們的路通常都是畢業 可能在表演上 給某些大公司看中 或者某些名人看中 他們就跟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甚至進入這些公司去做這個品牌的 主要設計師之類 但澳門因為市場太小 也沒有太多這個市場公司 當然以前澳門可能有很多廠 都可能有需要設計 但其實澳門今時今日的廠也越來越少 所以他們的出路都越來越窄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唯一可以行 就是以他們獨立設計師的身份 去做一些系列 希望銷售到 但始終澳門這個市場真的太小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再加上他們的糧食 他們的生產成本又高 不要說高 可能有時有錢也未必可以找到人做 所以變成他們真的很困難 所以其實 但我知道政府一直都做很多事情 希望幫助他們 包括現在有很多枯化中心、平台 但始終… 你覺得幫助大不大呢 甚麼 幫助大不大呢 這些… 幫助一定有的 始終我提供的地方給你 你可以設計 甚至我可能找人幫你打扮 解決了生產這個部分 但剛才我說過 做生意的事情 其實你服裝為美 其實都不是了 所有行業 你由開發到生產到銷售到市場 全部都要做到位 其實這些枯化平台的功能 就是前端解決了你上游的部分 到你生產大貨 甚至你銷售 甚至你的推廣 那又怎樣解決 因為其實我想 他們現在面對最大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推廣 不是 應該是銷售 是 那究竟他怎樣去銷售 怎樣可以將他的產品 轉化為收入 這個我想 不要說他們 我們其實都很努力地轉型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是一定有難度 作為本地原創時裝品牌 麥康不斷融合澳門元素 推廣澳門製造、澳門創意 更好向世界展示澳門原創流行服裝 日後希望更多本地時裝品牌走出澳門 不斷提升澳門設計水平 拖展行業發展商機 實驗澳門服裝產業化發展 澳門政府亦為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時裝發展亦非常支持 Alvin 你覺得 剛才說到 除了很多人會擔心銷售情況之餘 其實你覺得怎樣才可以將創意變成產業 真正推廣文化創意產業 首先做個人自己一定要OK 甚麼OK 我剛才說了 你要創業 其實你具備甚麼條件 包括我們要做服裝 我只要問自己 我們在開發 我們有甚麼優勢 有甚麼資源 我們生產有沒有優勢 有沒有資源 推廣銷售 售後各方面 有沒有團隊 首先要檢視自己 有甚麼可以做 如果你認為可以了 有信心 那就去做 但當然我都說了 今時今日你要做 除了自己可以 其實各方面都要配合 經常說 時來運動 有時運氣都很重要 但當然現在 澳門其實真的挺幸福 其實如果你有這樣的條件 你都可以考慮利用澳門 譬如政府給的資源 或者生產力給的資源 去進一步協助你做好這件事 但我亦會有建議 就是真的做的這些民創人士 其實要多些走出去 因為今時今日有互聯網 我覺得做生意 就不一定要局限在澳門 因為澳門市場很小 而且民創民創 其實最主要是創意 其實你有事真的有創意 甚至是幫助別人 其實我覺得商機一定在 但因為局限於澳門市場太小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多些走出去 我們鄰近背靠祖國 其實中國這麼大 不用走遠 你去廣州看一看 多些了解那邊的人 在做甚麼 商機是甚麼 需求是甚麼 是否可以結合你的創意 當然未必可以完全用 你可能做一些調整 是否可以變成商機 還有剛才也說過 其實創業之前 你都要考慮自己的資源 人際網絡多不多 因為當你組建團隊 當時你都需要一些 在你的行業有經驗或資源的人 一起去合作 因為剛才說了 我認為單打獨鬥是很難贏的 一定要共贏 所以現在常常說 普團普團這個字 我是認同的 所以你找到自容道合 或者幫到你在這個行業 或者叫策略投資者 去做整合 所以各方面都可以配合 政府也可以發揮它的角色 就是做平台 或者鋪橋搭路 甚至是投放資源去推廣品牌 其實現在做品牌 有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 就是肯定明星資源 當然省一點就用網紅 貴一點就用比較大牌的明星 有明星推肯定很不同 因為始終現在很多人都在玩明星經濟 可能一個明星有幾十萬個粉絲 他推一件事 和你花很多錢 推一件事是兩個效果 所以其實政府也可以在這方面做多些工作 其實大家配合的 我認為機會一定有 因為現在互聯網 最好的東西 就是打破了很多銷售的渠道 所以其實只要有產品好的 或者你推廣做得好的 其實雙機我覺得一定有 希望更多本地的時裝品牌 可以觸緊各種機遇 成功走出去發展 推廣澳門時裝設計 和澳門文化創業產業的發展 今天多謝Alvin的分享 也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人才講庭節目 我們下期再會